警方在九龍城截查可疑人士時 制伐一個懷疑企圖搶槍的14歲少年 兩個警員受傷 警員封鎖駕兵達道附近一條後巷守證 警方說一對警員凌晨12時左右 在駕兵達道截查三個可疑人士時 一個14歲少年反抗 懷疑企圖搶槍被警員制伏 兩個警員受傷要送院 另外兩個13和14歲少年也被捕 警方列阻塞辦公和搶劍槓處理